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7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我们想说两宗新闻 第一宗就是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主动取消游行的风波 作为一个被视为疫情后首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游行 结果都是要无疾而终 有人就质疑是否代表了香港日后是不会再有游行呢? 换一个说法,或者是日后反对派可不可以再搞游行? 我们会就着这个问题去分析 第二宗新闻我们想说,美国打压中国 似乎打压到自己都好像精神错乱 居然连中国制造的起重机都怀疑是间谍工具 就着美国草木皆兵的情况 和大家分析一下 先说第一宗新闻 前民阵成员女工会 就在上周六,即3月4日 主动与警方表示 会取消翌日3月5日的游行 主题是争取妇女权益保障 消除歧视偏见的游行 警方就事件见记者的时候 就说协会权衡利闭后自行取消游行 强调有关的不反对通知书已经是无效的了 警方又指出,见到不少的人响应活动 当中更加包括暴力团火 游行告吹 不少网友自然借题发挥 批评香港已失去自由 例如社民联在Facebook上发帖 就把游行取消的怨气 卖落在警方和港府那里 就说游行是在压力下取消 还说港人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 惨成一指空闻 社民联的主席陈宝盈 更加担心日后的5171游行 都很难再举行 说到这里,我们再重申一点 今次事件的责任是在宣布者身上 我们回看之前 其实那个协会的总干事 他在3月3日接受商台 一个电台访问的时候 说到当时我也有听 整个访问里面 都听上去是很正常的 也有跟警方会面 讨论游行的路线、细节的安排 其实简单就是整个访问里面 你听不到 觉得他是好像受到压力 又或者会取消的 整件事你听上去 都是想着礼拜日会有游行发生的 所以归根究底 原因是在游行日之前 网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煽动的言论 那些和2019年黑暴 真的有些似曾相识 例如迫爆收盾、前线要人等 最离谱的就是有人还说要屠龙小队归位 明明就是有人要骑劫游行 但反过来就要怪警方 这样是不是合理 正如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 湯家华所说 当游行总是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时候 这个是社会的问题 不是政府或者条文的问题 尤其是经历过黑暴 当年多少次所谓的和平游行最终都是暴力收场 除了有暴徒作恶之外 一班明知会给机会暴徒聚集 但仍要搞游行的人 只是高举自己的权利 但占视了整体社会的人 他们同样都有责任 今天旅工会主动取消游行 或者都可能明白到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来到重点 那是不是代表日后反对派就没得再搞游行呢? 答案可能是sad but true 只要有人图谋不轨 有人想骑劫游行 是要不让香港安宁的 相信无论是主办方还是警方 都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 尤其是主办方没有能力可以制止这些事件 例如民阵818流水式集会案 时任港岛总区行动部处理高级警司周荣怡 他在2021年2月23日庭上作工的时候就说 他解释反对集会的理由 理由就是民阵没有办法防止暴力事件发生 所以反对游行集会 有人可能会说 现在都是在网上随便说一下 哪里会发生 但大家记不记得 新屋岭盛侵太子站死人 不是真是说一下 是真是引发到暴乱事件 所以问题的重点是 有班别有用心的人 何时肯收手又收口呢? 老实说如果警方真是有心不准备 那何必多次一举 又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呢? 然后还要做场所谓的大龙凤 和主办方配合 这样被人观感更差 所以大家不要阴谋论 反对派想像以前那样做游行集会 首先就要将矛头对准同路人 无论怎样赖警方港府 都是没意思的 因为问题的根源都是在同路人的身上 正如特首李家超在3月6日说 他说经历过2019年黑暴所带给香港的伤痛 所以希望大家重视 现在得离不宜的社会安稳 任何表达意见的方法 都是必须守法的 我们讲完本地新闻 我们转个话题 看看美国怎样草木皆兵 大家都知道长时间处于一个精神紧张的状态 很容易会令到别人疑神疑鬼 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幻想精神病 美国真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中美气球事件 我都不记得我们焦点讲了多少集 相信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事件中有多神经质 在此不再多谈了 但对于中国过分敏感的美国 似乎又再一次神经质 在《华尔街日报》3月5日报道中指 美国国防部越来越担忧 原因就是遍布美国各个港口 和码头的起重机 有八成都是中国制造的 说这些起重机 有可能会悄悄地成为了中国间谍的工具 还很可能是下一个华为 又说美军有使用其中几个港口 所以很担忧地说 但因为这样而担忧 是否合理还是神经病 我们看看 美国似乎已经打压中国 打压到一个出现精神错乱 怀疑怨气球 现在又继续怀疑起重机 对于美国这么神经质的言论 中国驻美大使馆报道作出回应 直斥美国的担忧是编辑狂上身 而外交部发言人毛铃 亦是3月6日的记者会上 搏斥美国是草木皆兵 说法误到美国民众 就事件可以看得到 美国对于中国的一切 似乎都已经去到一个精神出现问题的地步 草木皆兵也好 编辑狂上身也好 都是显示出 其实美国心底里面 害怕到中国去到一个点 不过他们的恐惧 其实都是出于自己 说到尾 又是担心 中国会抢走他们世界第一的宝座 其实美国与其疑神疑鬼 搞到精神错乱 倒不如将目光转移回自己国内的问题 这样病情应该可能会有好转 好了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